3月20日,香港恒基造业地产主席李兆基宣布准备退休。 恒基地产发出公告称,李兆基因年事已高,考虑退任主席及总经理,交榜于两位儿子李佳杰及李嘉诚,出任联席主席及总经理。 接管恒基系总是值于5000亿元的生意王国,自己则保留恒基董事职务。 现年91岁的李兆基是香港地产四大富豪之一,集团业务横跨地产、能源、酒店、交通及零售等。 在美国福布斯最新公布的《2019香港富豪榜》中,李兆基以300亿美元身家排第二。 据了解,李兆基的恒基地产、李嘉诚的长江实业、郑玉彤的新世界、郭德胜的新鸿基地产并称为香港四大开发商。 其中,郭德胜及郑玉彤已先后离世,李嘉诚亦于2018年退休。 此次李兆基宣布退休,意味着香港最后一个地产大牢谢幕,香港地产界创一代退出历史舞台。 恒基发言人表示,李兆基将出席主持5月28日恒基股东大会会议与一众小股东及媒体见面,股东大会后获正式退任恒基主席兼总经理职务。 按最新公布,中华煤气及恒基将由李兆基长子李嘉诚及次子李嘉诚任联席主席。 李嘉诚同时担任恒发及美丽华酒店主席,李嘉诚则为恒发副主席。 厲害